行驶2,000多公里,并且到达南极冰盖的最高点,这也是东洛人第15 东洛人第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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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洛人第16 第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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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南极内陆今天考察的时候,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天气非常的恶劣,经常会有8级到9级以上的大风,然后会有白化天地水雪,对行车会造成很大的安全,包括对人身也会造成一定的威胁,再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些区域会有很多的兵列系,那么我们在行车通过兵列系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,非常的注意,尤其尽量不要下车作业,单独作业。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行车通过兵列系,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往的这个中国南极固定站,属于整个南极冰盖的最高点, 海拔呢将近4100米,而且那块的空气含氧量非常低,没有任何的植被,所以说应付高原反应,那么如何调节自己的身体,克服高原反应,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进行这种这么高强度作业,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。 我觉得和这些兄弟们在一起,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快乐吧,不能陪家里人,当然是一种亏欠,但是我觉得能够把工作做好,和兄弟们在一起,还是蛮开心的。 我在这里这样做,做什么事情啊,我从来讲,那很 recall的,强度从来看,强度的地方,在的是有什么样的地方。